好 不過我想我現在聽到的就是 大家都很怕被隔離到 對 因為隔離到就沒辦法更生活 就被匡列 現在就是有人說確診比 就是匡列比確診可怕 因為被匡列就不能工作了 可能是無症狀或輕症 對啊 對啊 是 那我們可不可以拜託 鄭醫師幫我們買塞劑 沒有 我跟你說 就是在上個月的時候 大家根本就沒有辦法想像 現在的確診數 對 就是上個月的時候 其實政府他就說 我們每間診所就是 每間診所提供一百劑塞劑 然後請我們自己去領 然後他還是一直打電話來拜託 我們就說可不可以來領塞劑 拜託 我就來領塞劑這樣 衛生局拜託你們去 就是市政府拜託我們去領塞劑 在上個月的時候 就是當確診數來領 大家都還很開心 一個診所配一百支 他說願意的診所去領 不願意就算了 那時候願意診所其實並不多 我那時候去看 然後就是那個格子 就這樣很零星這樣 就去領的時候 然後領回來就想 塞劑怎麼辦 想說要不然就是問一下親朋友 要不要 那你們最近有沒有症狀 有沒有感冒什麼 因為他還有規定 因為那是公堂 他有規定說你要有症狀 就是有疑似症狀才可以領 你不能說就是要給他就給他 不是說我現在送你當那個公關 這樣不行這樣 對 就是他還有規定說 你就是要當日就診 然後有症狀 疑似說有可能是COVID-19 才可以領快篩這樣 那我覺得就是 因為現在確診數很高 就幾千幾千這樣跑 那其實我覺得我們是全體國人 是有共識的在 慢慢讓這個確診數增加 因為我覺得這個疫情 其實拖很久 大家也受不了 就是生活過不下去這樣 適度的要染疫 因為我們 那不要變成中重症 為了讓我們自己 可以回歸原來的生活 因為我們偶爾也想要出去玩 也想要聚會 也想要去餐廳吃飯 那我們就是自己 我覺得大家都有共識 只是說大家也不好意思講 因為還是要按照政策 那就是我們就是大家 就是慢慢的讓自己染 我覺得大家有國人 有接觸到的病人 他們會比較 現在會比較敏感嗎 不會像去年感染的時候 大家就很慌張 就一點點就是雞飛狗跳 因為去年的死亡率很高 對 但現在病人進來就是默默地說 我覺得我好像有重疊足跡 但現在因為足跡到處都是 很容易重疊到 對 我覺得我可能有一點症狀 我覺得我有點嗅覺喪失 但是他們就不會像去年這樣 這麼的緊張 就是他們這樣說 那我可不可以做個篩檢這樣子 那現在就是有一點 症狀我們 因為現在確診數很高 所以我們還是 有點可疑的症狀 就是還是盡量讓他篩檢一下 會比較保險 雖然說覺得 現在比較沒有那麼緊張 對 現在我覺得大家的心情上 沒有像之前那麼的緊張 之前那緊張的時候 我朋友他去便利超商買東西 你知道當時我們不是有規定 一點五公尺嗎 而且要排隊嗎 要戴口罩嗎 對 那超商人多嘛 就排隊 護帳 結果前面那個人竟然放屁 放屁以後呢 然後他就覺得這個人真糟糕 然後就有一點 他有一點不舒服 然後那個人就轉過來說 如果你聞到味道 表示你沒有隔一點五公尺 天啊 受傷就也不舒服 沒有 至少代表他也沒有染 不確定 因為嗅覺正常 他又跟他說 如果你有聞到味道 表示你口罩沒戴好 謝謝 結果他跟他說 但是如果你聞到味道很濃烈 表示你沒有感染 因為嗅覺正常 這個消化不錯 這個測試方法不錯 對 他講得也滿有道理 那還要看屁的濃度 對 去年 去年真的很讓人家很緊張 去年同 差不多這個時期 剛好是Delta死亡率又很高 然後台灣又沒有疫苗 我就自己跑去美國 找我姐姐打疫苗 打疫苗 對 因為在台灣沒有疫苗 我們現在疫苗過期 銷毀 那時候沒有 然後好像那時候也沒有買到 然後呢 那個我們這個 這個不曉得第幾類 就算有會被排到很後面 然後我想來想去 反正我也一個人嘛 BNT都已經可以誰到誰打 就在美國 就是他們要去就可以打 然後我就飛到美國去 我六月十一號 就飛過去 然後晚上到我姐家 隔天下午 他就幫我安排了 我就隔天就打 台灣的有錢人都這樣做的 沒有 不是 是因為剛好我姐在美國 然後反正我也一個人嘛 然後就過去跟我姐過一段 陪她一段時間 她也陪我 我也陪她這樣 閒閒的啦 對啦 贏贏啦 對啦 反正那時候 那時候也封城 也不能幹嘛 三級警戒啦 是 不過我覺得有一個實務問題 再請教一下里長 就是說我們這個要搜納隔離 這前三天 那我什麼時候 這個就是說 我收到通知以後再隔離嗎 沒有 其實大家要有意識 就是說你身邊 如果有確診者的話 那你那他現在就是 我們所謂的這個 這個重點疫調 重點疫調就是你的同住家人 那你這個九宮格內的同事 或是你同班的這個同學 基本上就是在他的範圍內 所以如果說有收到確診 那如果以學校來說 學校就會去做這個疫調 可能是我們的這個 保健室的護士 或者是我們的學務處 那其實如果是在企業的話 現在都說企業需要有防疫長 那這個防疫長就要去協助 做這個名單的收集 跟相關資料的調查 現在一定是前端單位要先這樣做 要不然個案太多了 我們的健康中心 就做誰來監督呢 其實就是自由行政 真的 對 那因為其實你如果學校沒有做好 那或是你公司沒做好的話 那你的這個疫情 可能會再擴散 會不會影響到你的正常的 其他學童的上課 或是公司的營運狀況 所以我想應該大家 還是會盡量的去配合 大家都不希望說擴散 特別說 比如說我們一些科技廠來說好了 如果說一個框 一區一區都被框了 那其實就針對 他們的這個研發生產什麼 都會影響很大 那我問 這四天啊 我們一天要戳一次內 對 才能出門 那這自己戳嘛對不對 自己 自己戳 老實講 沒有人可以證明 對 沒有人可以知道說 他戳的確不確實 有沒有確診 一樣是自由行政 但是如果說你不確實的話 比如說就像我上次講 我媽在戳 他就還在他鼻孔門口 我沒進去 那像我另外一個急診的醫師 其實他那一間就拿他太太 示範給我們看拍了一個影片 這戳到真的非常裡面 他只剩下一小段 因為是太太嘛 對 然後跟我們 我們在戳的時候 都是只進去這麼一小段 那他在戳是只剩這麼一小段 然後他太太就是 戳出來就說 也太深了吧 他說也太深了吧 醫生為什麼不戳自己啊 醫生就是他是示範 他是醫護的角度 他太太是那個民眾的角度 對 示範給大家看說要這樣子 比較有這個效果 因為你真的在做快篩的時候 他有幾個原則 就是包括說 因為像我們最近看很多醫生 都有示範給大家看 有醫生自己做自己的啦 其實你用一邊鑽 你不要直接擦啦 用慢慢一邊鑽 一邊鑽 鑽進去 那其實那個快篩的 檢驗棒的長度 大概就是我一個 我手差不多這樣子的一個長度嘛 前面有那個棉花頭嘛 後面是一個軟管嘛 那基本上我看醫生戳進去的啊 他幾乎就只剩下 他手捏的那一截 是 就大概這個長度 如果有十公分的話 大概有七公分吧 臨時又到我們 就要碰到我們的 鼻炎 對 後鼻炎 他說你頂到已經進不去了 他說那叫做牆壁 有個醫生就是形容說 你有覺得吐到拼了 然後再左 他說不要往上喔 要往裡面喔 往裡面會 往上會抽到腦門 對 要稍微頭往後清 要四十五度這樣子 那你出來之後 包括說我們擦進去那個 那個試劑裡面啊 其實他順子中逆聲之外 你還要去捏他 對 你還要去捏他 不是這樣你這樣繳一繳 有些人就這樣繳一繳 然後他就滴了 而且第一 他流出來的第一時間 其實他會要你等十五分鐘 那是最確實的 五位男一分鐘出來 一條線太好了 沒有了 就拍照傳出去 然後他可能就把他丟了 好 志偉不要講那麼多 因為林醫師今天有帶那個試劑來 你再給他擦一下 沒有問題 我們已經做快篩 做到那個已經很習慣了 我補充一下 那個剛剛講的戳那麼深 那個是在醫院 在醫院 我們要戳到鼻菸 可是現在讓大家在家裡做 這叫家用快篩 家用快篩大概只有三分之一 戳前三分之一的鼻孔就夠了 所以不要戳太深 那戳三分之一到底是多深左右 其實大概一公分 兩公分就夠了 鼻子一到兩公分就可以了 對 前鼻孔 前鼻孔 家用快篩是前鼻孔 所以醫生示範的是PC 那是PCR的 他家用他會叫你先要稍微醒一下 讓你的分泌物那些 可能稍微出來一點 所以就像啾啾啾 醒一下 稍微醒一下 要不然你沒有醒的狀況下 可能在比較裡面 那可能真的會觸碰不到 你那個減體採集不到 所以你稍微醒一下 每一個家用快篩 因為有不同廠牌 對 那他每一個其實都會寫 廠牌能落在一公分到二點五公分 對 差不多 一公分就可以了 對 前鼻孔 那是不是就是前面那個桃就好了 你可以掃一下 他會有動作一動一動的教你 還要看每個人的那個 鼻子的構造 鼻子的大小 還有我妹那個鼻子小小點點的 這樣如果說小孩的話 不就根本就沒有 幾乎沒有進去 對 因為小孩就短 小孩五歲以下 因為是空床 就是一個沒有辦法保護到的族群 就變成要每個禮拜快篩這樣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